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手 我们的隔第二季节目当中请来的明星阵容 其实严格来算真的和第一季不相上下 可以说我们的歌第二季是画乐团 目前明星阵容最豪华的一档殷踪了 李文、张信哲、谭永林、李健、陈尔春 哪个名字单独拿出来那都是小的灯的 邓紫棋、盖、王源、杏林娜一高 更是现在拥有到超高人际的年轻歌手 这样的阵容谁能不爱呢 我们的歌第二季也不负众望 在节目播出期间持续不断的贡献话题和热搜 但和第一季节目相比 第二季的节目也有不少的吐槽和批评的声音 前面说到了这一季的明星阵容豪华无比 确实是如此 但同样的明星阵容更换的太过于频繁了 让不少的观众认为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更像是挂羊头卖狗肉 明明是凑着这个明星来的 结果没几期节目就换人了 虚晃一枪就走 不是在骗人的吗 而且这一季的歌虽然有很多好听的歌 但是真正能够撑得上出圈的没有几首 这样各大的观众越来越想念第一季的歌手们了 费玉清已经疯麦 不可能再回来了 观众们呼声最高的 居然就是上一季的冠军 钱先生了 李克勤和周深在第一季的节目中 真的是完全凭借唱功和完美的合作 让每次的歌曲瞬间登上了搜 并且成功出圈 两人从最初选择大档开始 一直到节目结束 中途都没有更换过家当 一直都是两个人一起合作 而让他们之间越来越有默契了 在第二季节目下滑的时候 请回第一季的人气实力大档 目前自然就成为了观众们的心愿 因此 秦深的呼声越来越高 对于节目来说 请回李克勤和周深也是有百令而无一海 观众们的呼声这么高 节目组不可能不考虑 之前主持人林海就已经公私暗示了 甚至在镜头面前承诺 说周深会回来 这个时候基本确定周深会回归了 只是李克勤因为疫情的关系 如果来内地还需要十几天的隔离 不是很方便 估计一开始没有敲定 因此也没有透露他到底会不会回归 不过显然节目组在努力争取了 而李克勤作为艺人毕竟也是需要工作的 有这样的节目这样的观众和这样的情怀与期待 自然就愿意促成好事了 李克勤发微博问粉丝 如果他和周深有机会再合唱 你们想什么歌呢 这意思还很明显 而且李克勤发这篇微博的时候 配图一看就是上海 而这番话和这个照片 秦深深回归基本上 在到我们的歌最新预告片当中 周深和李克勤两个人都是全脸出镜 秦深深确定回归了 当周深和李克勤刚一见面的时候 周深就主动的张开了手臂 和李克勤来了个大大的拥抱 这个猫猫抱真的太暖了 叶庆慧 有声之年系列终于等到您 他粉丝们的评论 有的时候感觉像父子许久不见的想念感觉 总之呢 能够等到秦深深回归真的太好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蛋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